那漢市上在奧運的第一百金出爐了 而且是有年僅16歲的射擊選手 潘孝珍寫下這項里程碑 在女子10公尺空氣不強 力退今年杭州亞運金牌的大陸選手 黃雨婷 潘孝珍和黃雨婷 兩人在決賽中擊戰不分上下 正規時間結束後都拿下251.8分 雙雙追平奧運記錄 進入到附加設階段 潘孝珍在關鍵的最後一槍 射出10.4分 黃雨婷則繳出10.3分 潘孝珍最終以0.1分之差 險勝奪下金牌 這一面金牌不僅是南韓代表隊 在本屆奧運的第四面金牌 也是南韓史上在奧運摘下的第一百金 而潘孝珍更締造南韓史上最年輕奪金記錄 更值得一提的是潘孝珍原本是跆拳道選手 在2021年7月才在朋友的介紹下 進入到射擊社團 沒想到學習射擊三年後 就輪到自己站上奧運舞台 甚至奪下金牌 南韓隊表現不凡 鄰國北韓神秘之師 在傳捷報 大會第16種子桌球混雙黑馬組合 李正直和金晴英 在四強賽上強碰4號種子 香港組合黃振廷和杜坎晴 兩組人馬熬戰七局 激戰一個小時又三分鐘 才分出勝負 北韓組最終以4比3 扳倒下港組挺進決賽 將面對世界第一的大陸殺頭組合 王楚清和孫雲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得下載TV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